波兰边境遭到轰炸 升起黑色迅撞云 浓烟直窜天际 初步调查显示 很可能是乌军发射的S300防空飞弹 对此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坚称是俄军所为 乌克兰要求进入爆炸地点参与调查 还说手上握有证据 能证明飞弹是俄军发射的 泽伦斯基坚持不认账 迎来宋亚利总理孟聊长批评负负责任 俄罗斯前总统更指控 西方蓄意栽赃俄国 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日媒分析乌军S300地对空飞弹系统 是由前苏联研发射程约150公里 在乌军的防空武器中位居第一 而乌克开战以来乌军频繁使用S300 可能是在发射途中失控 掉到波兰境内 乌克兰16号遭到俄军大规模轰炸 破坏能源设施 首都基辅预估会停电到下周 随着夜间气温降到设施负实度 居民生活恐怕会相当艰难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